彈性化的選購 我們一般衛生署 有給我們一個很 蠻有趣的口訣 什麼口訣 叫做一刃二看三會用 那刃什麼呢 第一個刃是它到底是不是 是醫療用彈性化 一刃二看看什麼東西呢 我們買一個彈性化的時候 要看它的外盒包裝 第一個我們看這個 就是它的單位 對 我們剛剛提到的 一般比較稍微嚴重一點的 要穿這種二十到三十毫米鞏住膏 也就是第二級的一個 二十到三十毫米鞏住膏 那如果你比較輕微一點 以預防為主的話就穿十到二十 那個是第一級的 它就要本身有分級 第一級是比較鬆的 就十到二十毫米鞏住膏 那它分幾級 一般分四級 不過第三級第四級的襪子很少 因為真的太緊了 那個是有特殊需求 沒有幾個人穿得下去 可能穿上去都要一個小時 第二個我們要注意的是說 彈性化有它的保存期限 有保存期限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只有 食物有保存期限 襪子有保存期限 它是因為會鬆掉 對 彈性化如果你放太久了 你去買一些幫人家清庫存的話 那個都沒有緊度了 穿了就沒有什麼用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呢 就是說醫療用彈性化 大家可以看它的標示 裡面會有 胃屬醫材的一個字號 它真的是醫療器材就對了 因為醫療用彈性化它是醫療器材 所以它一定有一個 胃屬醫材的一個字號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 三會用就是說要怎麼穿 那我們一般建議就是 白天穿晚上不用穿 我們通常走路的時候 腳是站著的 重力會讓血激在腳部 所以這個時候穿衣服住的話 是有幫忙的 那如果躺在床上幫助 就不是那麼大 我還發現一個問題 你看喔這個就是穿到膝蓋下緣 然後這個是穿到大腿 然後前面腳掌的部分 都是露出來的啦 那這個就是整件 那他們有什麼樣的差別嗎 或者說什麼樣程度的人 他需要選擇哪一類的嗎 以功能來講 我們剛剛提到 漸進性彈簧性化下面最緊 所以其實這一雙已經大概可以 使用大概百分之七八成的人穿上 就是說不一定要穿整件 對 因為最緊的就是下面 當然功能比較好的 還是以整件的為主啦 不過如果你真的太熱穿不住的話 穿小腿的話我們認為可以接受的 另外大腿的話 那雖然我們覺得說穿這樣子比較舒服 但是其實我們臨床常常遇到 因為這個通常一兩樣彈性化 它有一個矽膠 那矽膠很多人對這個 矽膠很多人對這個會過敏 所以我們看看 如果你真的對這個矽膠過敏的話 你就穿整雙的 如果你對這個沒有過敏的話 當然穿大腿的話會比較輕鬆 上廁所也比較方便 所以相對如果只穿到膝蓋以下 你們就覺得還不太夠囉 我們是覺得夠了啦 但是能穿整雙的當然是更好這樣子 好 這是醫師的意見 那像麗華應該也很多人問你們 你們大概會怎麼提醒 那我都會告訴他們說 如果你大概一天平均佔四小時以上的人 我們就會建議你 盡量還是要買來穿 那第二個就是說 像我們是八小時 我們幾乎上 我們就會說 那太貴我們就買比較便宜 那早期來講 我們都是用幾墊幾墊 那這幾年我們就會比較 剛剛講的就是用毫米鞏柱 對 那再來就是我們買的一般的來講 就是像我們現在買這種街坊的都是 它全部從頭到腳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它就是不會說特別這邊壓力大 加壓沒有 它就沒有所謂漸進式就對了 對 然後再加來就是我們江醫師 最近門診病人也真多了 為什麼 因為他買的時候這個腳這個地方 是很包的很緊 那整個彈性化包緊就是變成紫勾炎 結果呢就因為穿了之後 它又變紫勾炎 它又不穿了 所以難怪它在前端是開的 對 所以它那是開的 那像我們這種如果沒有開的話 大家在選用的時候一定要記得 一定要買前面的這邊是稍微鬆的 否則就是要穿那種包腳趾的這樣 否則就很容易產生另外一個附加疾病 就是紫勾發炎 然後腳會腫它 那我這邊要特別提醒大家 就是說你一定要記住喔 一個標準動作 說你每天晚上 早上起來的時候 一定腳一定要先抬高 當然如果你抬不了那麼高的話 至少要40度以上會最好 那我抬多久 我都會抬5到10分鐘 那如果因為起床賴床來不及 就趕快加點按摩這樣子 然後由上就是腳上面這樣垂 然後這樣子拍下來 那我會順便把它拍拍拍拍 按摩一下之後 我再去穿我的襪子 那穿完之後 我不會馬上腳就下來 我會讓它稍微回流一下 然後再慢慢下來 那一整天回到家腳很腫脹的時候 很多人就 就脫了也不行喔 你還是要抬起來 穿著的時候抬起來 穿拖其實都要抬腳 我認為這樣是最好的 然後一樣按摩一下之後再拖一下 那剛剛提到說腳部按摩 那當然要來請教一下中醫師囉 對 不過在講按摩之前 我要再講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一直在講說高危險群 都是感覺很像就工作太勞累啊 久坐久站那種 中醫比較偏向虛正的人 那當然這種人 當然我們幫他補氣就會比較好 那補氣我們大概就會用黃旗 人參這些比較補氣的藥材嘛 那還有一大類大家都忽略了 我們中醫講彈濕體質的人 彈濕的意思就是說你 你把他想成你的血液太黏稠了 裡面髒東西太多了 那就想一下為什麼髒東西會那麼多 當然就喜歡吃甜的啦 喜歡吃冰的啦 或是以前的原外病有沒有 原外都吃香喝辣太油啊 這些東西又不運動 對 所以外觀看起來 這個人會有點比較偏胖一點 對 那這種人其實也是個高危險群 那這種人其實要中醫來講 就要幫自己幫體內清熱解毒排濕器 所以我就比較推薦說可以用綠豆藝人 很多女生就會說 哎呦吃綠豆會不會太寒 我月經來會不會痛 其實沒那麼恐怖 你想一下你在喝飲料的時候 有想過說喝這一口下去肚子會痛啊 吃綠豆藝人就嚇成這個樣子 其實他們比較偏涼一點點而已 還沒有到寒的地步 所以各位女性朋友不用擔心 可以加到飯裡面去煮 或是去夜夜市可以買四層湯來喝 也是排濕的東西 所以不管氣虛的啦 或是彈濕體質的 你剛剛講的泡腳按百慧穴以外 對 還有些穴位可以用 這邊有講到像竹三禮啊 三陰礁啊 對 竹三禮就我們講說 三禮揪不絕 一切災並息 它意思就是說可以幫助我們身體 比較偏強壯的功用 那再來第二個三陰礁呢 是比較偏向女生 很多女生喜歡熬夜晚睡 那三陰礁的地方幫她疏通一下 你的腎經的部分就會比較好 再來陽陵犬 像說下肢靜脈曲張 你可能會有點腳會痛 或筋骨方面的問題 就用陽陵犬來按 最後一個血海穴 顧名思義就是一切的血液的疾病 都可以用血海穴來治療 所以按一下血海穴這些地方 所以這幾個穴位呢 你可以回家以後先泡腳 泡腳之後就敲百慧穴 敲完以後可能去洗個澡回來用乳液 你就整個腳的 從底下往上 慢慢按回來 其實大家真的也不用太在意說 我到底有沒有按對穴位 其實由下往上慢慢推回來 只說你按到這幾個點附近的時候 覺得特別痠 你就加強一下 特別去按它就好了 OK好 這我都要問一個 因為我聽人家說過 如果真的靜脈曲張嚴重的人 不太能夠自己亂按嗎 有這樣講法嗎 我有遇過病人就是說 因為按摩啊 或者說是腳撞到啊 或擦到 或有時候半夜抓癢 抓破了整個大出血 他說他因為這個原因 叫救護車就叫了三四次了 所以一般按摩 我想當然是沒有問題 不過如果說真的很嚴重的 或者說你的血管已經浮出來 已經都快破掉了 你按到那個部位的時候 就要小心一點 OK好 所以這點很重要 最後我們還要請教一下張醫師 還有一個方法 這個微創手術的治療 對因為這個靜脈曲張的治療 非常多種 那當然我們會依據它的外觀不同 會以及它的症狀不同 程度不同 做不同的評估方式 那從最表潛的 我們提到第一級的 可能網狀靜脈 或者蜘蛛血管靜脈 一般我們可能打打表皮的雷射 就可以處理了 那如果你到第二級 有一點突出來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用打硬化劑的方式 那當然如果你的嚴重程度 真的比較嚴重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要進行所謂的手術 或者微創治療 那以往手術的方式 它是把這個血管把它抽出來 那傳統手術的方式 它的缺點就是第一個 它要全身麻醉 那第二個 它做完之後 因為傷口比較大 所以要住院 住院之後又有恢復期 那第三個缺點 就是說它做的時候 有的時候把那個血管抽出來的時候 如果運氣比較不好一點 剛好旁邊有神經血管經過的話 可能把那個神經抽掉 那有些病人會有永久性的 腳麻痠痛一些症狀這樣子 那所以很多伯伯或者阿嬤 他們都不敢來做治療 就是這樣的原因 那但是因為隨著科技的發展 我們現在有比較新的治療方式 微創手術 那我們叫手術 實際上根本沒有用到刀子 所以有的會講說 臉開刀的一個治療方式 那這種治療方式 我們就是在膝蓋的地方 裝一個洞 本來跟像鐵絲的地方 伸到你有問題的血管裡面 那這個管子周圍呢 我們會打一些水 所謂的膨脹式麻醉劑 所以這個打針也是我們過程中 唯一會覺得有一點點疼痛的地方 但這個比抽血針還細 所以整個過程中唯一的疼痛 大概就是用針戳 你抽血還不痛的 那個三四下的那個感覺 那把這個導管把它放到血管裡面之後呢 我們就會 這個導管會發射出電磁波 或者雷射 對來把這個有問題的血管把它破壞掉 然後做完之後就把它抽出來 從頭到尾就只有個針孔而已 而且它最大的優點是 時間是不是還蠻快速的 我做大概大概30分鐘就可以做完了 對 那最大的優點是 因為我們知道近賣曲張 大部分都是老阿公老阿嬤 爺爺奶奶 年紀很大 做全身麻醉他們會緊張會害怕 當然也有一定的風險 那我們這個叫局部麻醉 局部麻醉跟拔牙一樣 很快 而且我們大概 我做過95歲的伯伯 大概也都沒有問題 那最重要的是 素後幾乎沒有什麼回復期 我有病人是廚師 早上做完之後中午回去炒菜 有保母早上做完回去帶起來 這個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就只有一個針孔而已 這個真的非常好 因為我們以前在做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就是像張醫師講的 恢復非常快 我們以前傳統手術 大概都是我們外科在做的 那個病人拉完之後 待會就會痛三天 因為它整條血管 被你從裡面硬拉出來 對 所以是有一點疼痛 現在這個真的改善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提醒大家 不要以為你的水腫爆青筋 這些靜脈曲張沒有關係 不是只有外觀的不好看 它會引起深層的靜脈酸塞 甚至肺酸塞等等 所以從生活上就要開始來保養了 把腳按一按 然後明天早上一起床 也是稍微按一下 當然啦 如果你很嚴重的話 去找醫師 就不能自己亂按咯 我們希望大家都 腳很勇敢健康 健康一點鈴 我們下次見 掰掰